我们怎么来想这些事情啊 就是怎么来怎么来讲这个事情 就是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东西这么多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给搞破防了 这个没必要知道吧 我跟你们说过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 今天那个我在群里面再说这个事了 就是你像就比如说像阿浅 你说阿浅这种傻子 多理他一句都拉低自己的档次 理解意思吗 那这世界上恶心人的事情多了 那你有的时候就忽略 忽略有两个词 那你看英语出生的人教你们一下 忽略有两个词 第一个叫ignore 第二个叫neglect ignore和neglect有什么区别呢 ignore是故意忽略 neglect是无意忽略 所以呢大家碰到这种事情 我们就直接ignore就可以了 正经专四出生 就阿浅这种傻叉对吧 就是他觉得他很聪明 他觉得他会的东西人家都不会 光光在那个起查查上查我们公司信息 关键他查完了以后 他是怎么会觉得我们公司的老板 几个合伙人跟大头鹰有关系的呢 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光光在那个起查查上查 查完了以后呢 上面都会有登记电话的知道吧 就是那个你企业上面都会有登记电话 但是稍微智商正常一点的人都知道 这上面登记的电话不可能是老板电话的 一般是哪些人 一般要么是财务电话 对吧 要么是注册公司 带注册公司的电话 要么是法务电话 他有一个对外工商登记电话 一般就是这三个口子 好巧不巧 我们公司登记的是我们法务电话 然后呢 他傻不拉几的还在 还在群里面 就觉得自己知道了不得了的大事情一样的 光光在那边发 这都公开信息 有什么好在那边嘚瑟的呢 我也不理解他 好了 然后呢 他在有一个 他在不知道哪个渠道 把这个电话给发出来了 发出来了以后呢 那这个我就不说是谁了 反正是咱们自己人 对吧 这个是大头的某个粉丝 深更半夜12点钟毛1点的时候 光光一个电话打出去打给人律师 你说是别人也就算了 你说是吧 那些脑子不好的这件事情 我也就忍了 自己人深更半夜敲了个电话 12点多1点 打了个电话给人家律师 脑子有毛病的 大家知道律师这个工作 晚上手机是不关机的 声音都开着的 对吧 就是一个傻子在那边犯傻 然后我们自己人里面有一个傻子 晚上还打电话过去 电话一接跑过去 跟人家说 你是不是大头鹰 脑子不好吧 电话一接 那律师都懵了 也不知道 那哥们也不知道谁是大头鹰 是吧 然后这时候他还没有 本来没有跟我们联想到一起去 今天就跟我们行政吐槽了一下 吐槽完了以后 我们行政说 哦 我大头鹰在我们这的 人家律师毛掉了 人家律师说 如果他在网上弄的 弄出来 他要连起诉两个人 真的是没事做吧 我们就说什么 任何一个正常人 会不会晚上看到一个电话 莫名其妙就打一个电话过去求证一下 我举个例子 这就相当于什么 晚上凌晨一点 网上看到一个信息 凌晨一点 晚上看到一个信息 告诉你 大头鹰手机号 对吧 1383838438 好 告诉你了 告诉完了以后呢 然后看到这个电话以后呢 然后他就打个电话过去 关键是 这哥们不是黑粉 这哥们还在B高一里面 知道吗 这哥们如果是黑粉 我这件事情也就理解了 对吧 晚上你莫名其妙看到一个电话 能打出去 只有什么情况 只有陆亚化石人 晚上住宾馆 陆亚化石人和圣托 圣托也会 对吧 陆亚化石人和圣托 晚上住宾馆 门缝里面塞进来一张名片 并且上面有一张图 图下面有个照片 照片下面是个电话 只有这种情况 晚上打电话出去吧 除了这种情况 陆亚化石人和圣托 会打电话出去 还有什么情况能打电话出去呢 老子不好 一个傻子 然后跟另外一个傻子 智商共鸣啊 典型智商共鸣 吃饱饭没事做了 你说这种事情 对吧 搞得人家一个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一个人 晚上深更半夜打个电话 人家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是吧 这多智商多低的人 会觉得工商注册信息 是老板本人电话 那这样子说的话 我们看一下 陆讯的不就知道 马化腾电话多少了吗 就是 阿浅这种人就属于什么 认知浅 但是爱嘚瑟 这种就很讨厌 知道吧 就是他认知很浅 知道了一点 他觉得很了不起的东西 就会更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哎呀 这个东西我知道了 这种情况像什么 知道吗 这种情况就像那种小学生 擦身文具多的那种小学生 每年班级里面考倒数第一名 突然有一天 在考卷上看到 一加一等于二 激动的不得了 然后在班级里面逢人便说 哎 这道题你做得出来吧 一加一等于 一加一等一起 知道吗 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 等于二 就是这样的 然后人家都到 人家都拿到 看傻傻的心态 看他 他自己觉得感觉还挺好 这种我告诉你 他还去什么 我后来去看 他那个 那个 他这个 这个电话到底是在哪里出来的 一看 他还跟大头在说 他最近在学逻辑 兄弟不要学逻辑了 好不好 不要学逻辑了 你点击右下角 买一本36G看一看 好吧 点击右下角 链接 买一本赛雷三分钟 漫画36G 好好学习 回去学一学 比你学什么 逻辑强多了 真的是 就是 这个世界上 没人在乎他 他自己觉得 所有人都在乎他 都在乎他 有两回来 他说 我可以说 你不懂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你不懂 你不懂 谢谢观看